我現在人在紐約 這是我在紐約的第十天 然後前面十天呢 我完全沒有碰到披薩 也沒有想吃披薩 但是今天眼睛一睜開 突然間很想爆吃披薩 然後我就在那邊滑我的口袋 情單然後發現那些 最有名的什麼 2Bros披薩 那些其實之前都吃過了 所以在那邊滑我的口袋清單 這次就想來吃一點 可能在觀光客的心中沒有那麼有名 但其實Local很常吃的一些披薩店 謝謝 那第一家來到的是Upside Pizza 一家Upside是在轉角處 然後有一些基礎的口味 也有一些很創新的口味 它也有那種長方形的披薩 口味是蠻多元的 然後我覺得店面也比我想像中的乾淨很多 而且很寬敞 就是有非常多的座位 它也有這一種就是在人行道的座位 感覺是隨時餓的時候可以很舒服的 補充能量的一個地方 這是最經典的瑪格伊特 番茄醬加起司 這個披薩也太巨大 跟我臉一樣大 本來我想說可以評比個五家店之類 現在感覺三家就了不起了 它的皮非常的薄 然後是薄中有嚼勁的那一種 底部烤的微微有炭香 它的皮我非常的喜歡 但是它的番茄醬第一口吃進去 不是酸的味道是鹹 然後加上我覺得它的起司選的也是偏鹹的這一種 我覺得它的鹹度大概是一般披薩的1.5倍左右 這是那個番茄清爽的感覺就沒有了 取得代之的是非常鹹的口味 那我完全可以理解它好吃的點在哪裡 因為它的皮真的是太優秀了 我覺得如果選一個是什麼白醬蘑菇口味的話 可能會超級好吃 因為它其實是開到晚上12點的 所以或者說你晚上喝得很醉的時候 來吃一個這個 直接上天堂 它的邊邊有嚼勁又很蓬鬆 然後底部又脆脆的 咬起來就是一個超級好吃的麵包 最後一口 特地錄了最後一口吃多久 30秒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嚼勁的披薩 裝起來的時候呢 第一家Upside披薩偏鹹 但是我下次會來吃是看別的口味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家 這就是 快點 對 好 第二家 Nolita披薩 这一家不是观众推荐我 是我今天在看Google Map的时候 发现有一家店竟然4.8颗星 因为一般的披薩店都是4.4 4.5颗星左右 然后它还有600多则评论 我就觉得一定是一家厉害的店 刚才从Upside走过来大概就6分钟而已 我刚才还有一点找不到 因为它的店真的超小的 就是这个 现在身后这个就是它的店面 而且它的招牌根本就被挡住 就是有点难找 然后它的披薩也是走一个连大路线 可是这么大一个只要4块美金 跟它Upside那边要5块 我觉得价格上是非常有体现这种小店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披薩是我此生吃过数一数二的披薩 我觉得这个披薩是我此生吃过数一数二的披薩 它的底部虽然没有到黑黑焦焦的那样子 它的底部虽然没有到黑黑焦焦的那样子 但是它吃起来更脆 但是它吃起来更脆 咬下去的时候那个 咬下去的时候那个 狂躯狂躯的声音 在脑子里面直接炸开 这个口味也是简单的玛格丽特 然后加上了一点蔬菜 感觉是巴西里叶之类的 咬下第一个冲上来的味觉是一个酸甜味 然后才是起司那个浓郁的味道 还有巴西里叶一点 就是比较清新的味道来平衡 而且它的番茄酱是蒸番茄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它加热以后 那个番茄一直在流汁 就是会滴汤的那一种 Google Map还是很准的 4.8颗星就是有它的过人之处 它的披萨边边厚度 是跟披萨本来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没有茶瓶的保护 它就是被烤得更脆一点 吃起来的脆度又更高 但是它同时里面 又是很有韧性的那一种披萨皮 好爽喔 刚才去加了一点调味料 我刚刚加了一个以为是辣油 结果是蜂蜜的东西 它现在变得有点神奇 最后一口 也最后一口都好幸福喔 这家Nolita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果然越不起眼的店会越好吃 闻到隔壁的那个辣肠披萨 又突然间饿了 那我现在要前往第三家 很高的 第三家Prince Street Pizza 这家应该是 这三家里面最有名的一家 因为我看中文的YouTube 就比較少介紹這一家 所以今天就想說來吃看看 這個番茄披薩上面呢 灑滿了peperoni 圓形的臘腸被烤得 很像一個小碗的樣子 然後上面這一圈 就是離火比較近的地方 非常焦脆 吃起來很像 很像臘腸口味的餅乾 我還滿喜歡的 這些臘腸小碗裡面 都充滿了那個臘腸的油 其實吃下去的時候還滿爽的 但這個披薩本人呢 我覺得是跟剛才那兩個披薩 完全不一樣的賽道 它是走一個麵包蓬鬆感 然後披薩咬下去會有三層的口感 第一層是脆脆的那個peperoni 第二層是融化的起司 加上感覺有一點濕濕的麵糊 然後形成了一個軟綿的口感 這一層是我最不喜歡的一層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麵包泡爛的感覺 然後最下層是它的餅皮 最底最底也烤得有一點焦 它的厚度算比較厚 然後嚼勁沒有那麼那麼的Q 但是它的蓬鬆感是非常好的 我唯一不喜歡的只有它中間那一層 就是起司跟麵糰有點黏糊糊的那一層 這個pizza應該是本日最小塊 但是它也是本日最貴 它要6塊5美金左右 今天在一個小時之內吃了三片pizza 我以後應該是不會再做這種事情了 但是我同學也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樣以後大家問說紐約pizza哪裡好吃 就可以不只推薦那一些 就是大家本來就知道的店了 然後今天這三家店呢 我覺得論環境的話 Upside應該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名 論美味度的話當然是Nolita Full Sun 然後論特色的話呢 我覺得這家Prince Treat Pizza 應該是比較有特色的 因為它都是方形的這種pizza 吃得超級飽 而且吃太多碳水就是會怎麼樣 又奔又快樂 所以我打算要從這裡抱走 回去Waltrade Center 然後回家準備上班 那我們小小的紐約pizza評比 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 自己最喜歡的紐約pizza小店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